我們往往輕忽了在極端氣候以後的降雨量 而我們又如此的貪婪 往往過度的開發 台灣其實有很多地區從日據時代就把它規劃成至宏區 比如說基隆河旁邊所有的流域 在日據時代的時候就認為基隆河的上游是雪山山脈 它有九萬十八管 所以下來的時候水的速度太大 一旦碰到了極端雨量的時刻 它很容易水就會泛濫出來 當然他們後來用了很多水力工程抽水 人山崽分紅 還有提防各種不同的方式使得水沒有溢出來 但這都是人為的方式 如果有一天降雨量大到一個程度怎麼辦 這一次中國大陸就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場教訓 中國大陸就是河北省 他們認為是為了疏散 整個保住北京 隨便把水淹到他們家去了 但真正的原因是這些地方根本不可以蓋房子 他們是制洪區 結果當地的官員根本無視於制洪區的基本概念 在當地開發 允許開發商開發 當然是一個官商勾結 最後在那裡買房子的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辛苦半輩子的家 撤去完了 這是我的長方 這是我的老家 這是我這些的家 一輩子的信息 洪水推去 遭遇暴雨的津津季劇 與東北開始清理重建 但是對家民們來說 重返家園 談何容易 家早已面目全非 都是這個狀況 沒有辦法 你們家裏面受傷嚴重嗎 受得嚴重 水都過了黃了 水都過了黃了 那家裏面的東西全部 大到家用的東西 小到一張紙 啥都沒拿出來 你看 牆上都有這麼厚的雨泥 半個房子高的水位線 還有一些坦塌的圍牆 真是 坦塌了 一看在路上 發現每個人都在清理自己的家 那形成是無歸雜塵 不說了 家園淨毀 只剩滿地泥泥 還有不少被洪水沖垮的污舍 導致數萬人無家可歸 你們睡得著覺嗎 你們還能安心嗎 看看 不知道是誰說的 保東不保西 河西承擔的是 家沒了 萬母糧田 顆粒不收 糧田 深處都成為這場洪災下的祭品 這四年當中 三年疫情 我們忍了 老牛們忍著 哪兒都不出去 嘿 過了三年好用 要掙點錢了吧 你看 這又發洪水了 防倒污塌 真叫老百姓一點兒沒活著了 偏偏天災 發生在中國經濟下行的嚴峻時候 民眾好不容易走出清零噩夢 如今又要面對收入清零 收成歸零 尤其當他們發現官媒的報導與事實 完全不腐蝕 當我這次專家說的 說我們這下雨下的 下的 下的屋裡邊來吧 下屋裡邊來吧 你們手畫的時候對得起你們 別碼了 中央電視台記者們來了時候說 我們這邊是下雨下的 我也不知道下的是什麼雨 我們這個地區確實是為上游 洩洪 為保北京 為保雄安地區 洩洪 洩到我們這兒 家也淹了 場子都淹了 然後現在呢 中央新聞報導 我們這邊是那個什麼 說是我們這邊下雨下落了 憤怒與運氣已出即發 您會看到大破壞 有難免的消息 在中國 群人 霸遙上的高層 的地方是個部門 在大陸的地方 有些健康 我們的霸遙 冲 não 49 слова 陽を強行流 七ости 18 年 6 年 4 年 5 初 magazines üst sangre zur подante 北京 NT ل蠟屑 falta 続散 被冒 災害 被冒 historical 東 lateral 百 synd marca 中国甫 北京 一数 Wright competitive 中人 北京 még 人 河北省省委书记宁岳峰此前曾表示 河北启用虚质红须减轻北京防洪压力 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 在一个危险中的情况下 传统说国家常计划重新的水平 但常常计划河北京防洪压力 但常常计划河北京防洪压力 似乎是一个计划问题 有人允计划河北京防洪压力 在一个地方计划河北京防洪压力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anked evacuees for their sacrifice adding history will record your contribution that's called comfort to people who've seen their homes and livelihoods destroyed for the greater good nearly all the factories in our area were seriously damaged 99% of the factories have little hope of salvaging the losses 中国水利部水汉灾害防御司表示 去治红区内的居民 蛇小家 宝大家 可依法获得淹没财产 价值七成的补偿 咱们老百姓私下也议论 这场风水的损失 如何赔偿 会给多少 能给多少 会不会给 是赔偿还是补偿 说完了就拿我们老百姓 当不当回事 因为我个人认为 这笔钱国家应该出 也有能力出 而目前中国财政部水利部 已经宣布拨款近15亿人民币 投入灾区的财政补偿 中国国家发改委15号也宣布 在原有的2亿人民币基础上 在追加5亿 累计共7亿专项用于灾区 恢复重建 但此时的中国正处于 经济增长乏力 民众看淡经济前景 内需拉不动 房地产又面临泡沫化的 经济悬崖时刻 现在的写大写 现在的写大写 是中国人的写大写 出现了 写大写大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t least $361 million informed the country's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The ministry further added that losses from the more destructive Doksuri reached over $2 billion in the end of the month of July. Now, according to experts, the economic losses posed an unexpected drag on quarterly growth i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t is now leading to questions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invest as much in infrastructure or flood relief if the finance is tight. 经济放缓又遇上天灾的祸不单行。 这场洪灾依然成为习近平第三任期最大的考验。 遭灾的时候,等着救人的时候,看不见城管,连城村现在都沿着东西了。 你们往那拉拉拉机,我们都看见你们了。 你们有点良心吗? 城市能完了农村,我们就不要了。 老百姓就不应该活,就都应该死。 葱,你跑吧? 别激起民饭啊。